夫妻为什么会吵架 因为坚持己见 对立 所以你是男人 对方是女人 那你要做女人 他洗衣服 你再帮忙洗就好了 他洗碗 你帮忙洗就好了 男人要站在女人的立场 女人要站在男人的立场 这个就是一种平等 同理心 不要跟对方对立 生病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谁不会生病 当然 以病者合为一体 医生叫视病如亲 生病就是我 生病就是我的妈妈 那各位要练习 就像各位今天礼拜天 心情好一点 为什么 你走路的时候 你还会欣赏那个花草 蛮香的 但是如果平常你要上班 你想的不是败款怎么办 赚钱怎么办 生意好怎么办 生意不好怎么办 你根本没有活在当下 就是没有融入 没有融入 最后要开始练习 让自己的心 完全融入在这个世界 那这个 这个在南传的修行 叫四十片观 就是说融入火 融入水 那我们刚刚 拿摩本师 释迦牟 我已经融入佛陀的本愿了 拿摩观世音菩萨 融入观音菩萨的慈悲大海 拿摩地藏王菩萨 拿摩就是完全融入 完全学习 完全融入地藏王菩萨 这种悲怨 如果你了解地藏经 那是更好了 你了解阿弥陀经 那太好了 你要融入 各位这个一定要练习 像各位昨天 守八观灾戒 今天来参加法会 如果你让你的家人觉得 昨天的你跟今天的 你早上睡醒都一样 请问你去干嘛 人家衣服洗衣机洗回来 也会干净一点 不一样的感觉 为什么 为什么昨天 你去守了一天八观灾戒 都功德很大 还可以忠品忠生 你没下地狱就不错了 还忠品忠生 因为你没改变 所以各位修行 要修行到 每个人看你 每天都在变 奇怪 而且呢 就像万花筒 昨天跟金 如果每天看的电影 都一样 谁要看 对不对 今天看的不一样 明天看的就不一样 从你这个人身上 看到每一种不一样 而且这种不一样 是好的不一样 好有意思 每天都觉得你这个人不一样 如果一个人固执己见 那种个性 我看你就讨厌 还要跟你生活一辈子 我看你老公不去外面跑 才奇怪 这个女人找得搞万一 因为他心里也很讨厌 这个老公 当然很多人就是 很想变 就像一个女孩子 爱一个男生 他每天还换一套新的衣服 对不对 新的衣服 今天头发往这边撇 明天头发往这边撇 他就要让你觉得我不一样 你不要忘了我 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一个修行人 你一定要让别人感觉到 你的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清新 对不对 昨天吃米粉 今天吃面 或者天吃炒饭 太好了 跟你在一起 天天吃不一样的 而且是不一样的 好的味道 但是偏偏人跟人在一起 如果一个人死不改个性 令人厌恶 而且还要把自己的个性 强压给别人 所以你要跟我一样 那就变成一种权力 斗争 中派 连佛教都有中派 我是这一派的 你是哪一派的 所以有时候 我经常告诉很多信徒 你说你不要去外面 我跟你说 我是海涛法师信徒 你千万不要讲这种话 不要害我 因为你已经跟对方打仗了 因为我属于 我属于这一派 你是哪一派 所以我的师父经常告诉我 你去外面 千万不要讲你师父是谁 除非对方问 对方问有两个意见 一个是表现得很好 很想知道你师父是谁 一个是你表现得很糟糕 我要去告你师父 所以你就千万不要讲 也不要讲你是哪一个中派的 因为你讲哪一个中派的 对你伤害很大 为什么 人家是禅宗 你要去学禅宗 你要装得很禅的样子 那你才可以吸收对方的精髓 对方才告诉你 这个是什么 人家是念佛中 你赶快拿来念中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进来了 来来来来 这个一样的来了 然后你就可以去吸收到 他们的东西 所以你到禅宗吸收禅的精神 你到念佛吸收 念佛的精神 你到密宗 各个宗派你都吸收了 你到天主教 你就变神父了 了解吗 你到基督教 你就变牧师了 这个叫观音菩萨的 普门视线 你看观音菩萨 他内在的是空性 千万你不要一直 我是持戒的 难道我们都不持戒 我是修禅的 难道我们不禅 标榜自己是发菩提心的 难道我没发菩提心 那这个东西 那就是一种 当你有执着有分别的时候 错了 所以我想对一棵树来讲 它要看的是你像树一样 对它没有对应 对一只狗来讲 你要显现跟它一样合群 对一只鸭子来讲 如果你是鸭子 所以各位看电视 化妆成鸭子的样子 侵入它们 对不对 你才可以跟它融为一体 但是之所以我们会凸显自己 就是因为 我们有强烈的自我执着 所以今天的主题 刚刚他们给我说了 等一下 调伏内心 慈悲众神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一定要记住 学佛千万不要标榜 我学佛多久 那是哪一个宗派 我是什么上师 我是什么法师 这个我基本上来讲 我都会想这样不好 因为你也好像看不起对方 你也没办法学到对方的优点 而且呢 就是那么一群人 会产生跟别人的对立 所以佛陀讲金刚经 就要破除这种相的对立 因为万物的本体是平等的 无有分别的 所以我们要吸收的是 对方的优点 所以我的特性是 只要坐电梯啊 坐飞机啊 我都会很认真地观察 对方的优点是什么 特别前面坐头等舱 我要好好观察 为什么人家坐头等舱 他修了什么福报 然后坐在厕所旁边 我要观察 为什么这么谦虚 还是夜暴那么重 都在厕所门口 位置就排在厕所门口 他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我要看他表情 他有没有融入在这里面 所以我坐一趟飞机 我没有浪费 再来呢 我会念经 念经干嘛 念给他们 因为我已经 念一下 因为了解 所以慈悲 我不是说我喜欢读地上经 我管你的 你念给谁啊 我喜欢地上经 那你这个不是大乘佛教 念佛是念给众生听的 念地上经也是超度对方 祝福对方 所以你要去了解 所以我以前有个土地坐过 四者 只要一坐上来 就地上经常 一直念 我说你吵到我睡觉 连念经都吵到我了 师父有吗 念经也不行吗 小声一点嘛 隔壁也讨厌你啊 对不对 连我这个佛教徒听你 听你念都不爽 因为你的声音没有悲心 你没有悲心 你念地上经干嘛 你还不如睡觉 不要吵我 所以各位这一点要注意啊 就像很多佛教徒 念就 你离开一点了 我都没听到佛的爱 就是那些声音 那这个东西干嘛 这个东西就是 他完全不懂得 对方怎么想 固执自己的想法 固执自己的佛法 我认为这个是对的 就像有时候我在讲课啊 他们在前面一直转进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转一下 那我专心讲课 师父你不是要看时间 看状况 我讲课你在那边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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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要走了 对不对 专心听课 把这个法师的精髓 吸收在你身上 这是一种尊重 这样讲吗 所以我们以前有个老和尚 庙连长老 听他讲课要这样 他讲两个钟头 我们就这样发抖 不是老 不是严 因为老和尚 教小和尚以前 小和尚各个不专心了 对不对 手在摸摸扣指甲 干脆全部这样 对不对 不然有些人还在那边摸摸摸摸摸 那根本就不专心 虽然很苦啊 很苦啊 对不对 但是因为他练习专心 所以以前我们刚初家去见真华张老 他叫我们达伊 海青满伊 听他讲话要跪着一开始 一直看手笔好不好 老和尚 你想半个钟头了 故意的 看你撑了久撑不久 没有内容可言 看你撑了久撑不久 这个叫什么 忍 要忍 老和尚一开始训练 就是忍 这里面没有内容可言 他就故意 请你专心 坐一个钟头 看你跪得住 跪不住 坐得住 坐不住 会在那边痛苦 但是老和尚心里多慈悲啊 他是为了你 调伏你这个对身体的执着 对肉体的执着 因为这些你过关了 你才可以听佛法 所以我想各位在修学佛法一开始 我们要让自己呢 念下来 缩小自我 消灭自我 征服自我 你要把这个我消除掉 因为如果你会消除这个我呢 我的老公 我的太太 我的个性 那你生死轮回百千万事 都在这里面 你没办法 仇与他们 当然 佛陀为了讲这个消除自我 首先讲一个诡则给我们 什么叫诡则 念一下 诸儿莫作 众善奉行 我们都老喜欢做坏事 像我就是喜欢钓鱼 对不对 我喜欢钓鱼 到我这个年纪了 我还喜欢听音乐 因为我以前是唱歌的 以前在餐厅 我喜欢去卖卖唱 我不要钱 我很喜欢唱西洋歌曲 Yesterday 我现在还是很喜欢听 这是我的习性 好听的歌 我说我在梦想 为什么佛教的歌 那么不好听 好在还有一条三宝歌 其他的 后来我们为什么喜欢 藏传佛教 我妈 你蛮好听的 唱起来都好听 所以声音可以度众生的 音调可以度众生的 但是 现在我还有那种 听音乐的习气 但是我要把它转过来 我现在是听到好听的音乐 我就会祈愿 愿将来佛教的歌曲 念佛词咒 都这么好听 所以有一天 我听了很好听的歌 我到御师徐早 我就一直按照这个唱 唱什么 拿摩阿弥陀佛 怎么样把阿弥陀佛唱的那个调 不会 就是唱 奇怪 阿弥陀佛如果唱得很好听 年轻人喜欢听 对不对 而不是说快往生了才要唱 他要发财也要唱一唱 所以 当然 你要把世间的音乐 变成一种 一种道歌 那要有修行 也就是说 你要有那种 无我的空性 跟真正了解众生的悲心 不然你只是在表现你的个性而已 因为你 你心态三分 表现出来就三分的力量 你心态有十分的圆满 你才有十分的力量 这个假装不来 真的是假装不来 所以我师父也跟我说了 这个出家 跟你说佛学院毕业 博士来出家 董事长来出家 乞丐来出家 那是过去了 看谁能够把修行人的到位拿出来 这个到位 是在你行住坐卧 睡觉上厕所 感受出来的 所以我师父 我当初在慧日讲堂出家 我们里面都是博士 研究所 海外来的一些出名的 年轻的 甚至是有修行的 暂时住在我们那边 那我师父说 你不要先入围主 韩国佛教 藏传佛教 新加坡佛教 他们各有各的特色 那是你去吸收